它以咸鲜的风韵,柔韧的口感,让美味来得简单而亲切 最早被潮汐推送到人们眼前的食材,也许是贝类 辅足色泽乳白,又脆又嫩 高温的高汤从高处汆烫,撞击出深层的纤维,牙齿也收获愉悦的切割感 葫芦岛,每当人潮散去,有味渔民就会沉浸于另一片海 古诗词,藏着严九俭的别样世界 这手,你说像是写书法的手吗?劳动严明的手 为啥喜欢宋诗这种东西吗?宋诗这东西吧,先写假后写人 你就像那洛多写的,拆头放的多好,像是两个人无奈 自由欺言,高手都是寄负的 清晨,海滩苏醒 时而属于陆地,时而归于海洋 这片海域深受潮汐控制 三公里的路途,平均水深不足一米 赶海路上,九俭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老六 海水齐腰身,浅滩下藏着隐秘防客 用特制的铁爬,刮取沙底猎物 环渤海3800公里的海岸线,分布着中国三分之一左右的贪图 在葫芦岛,人们把双壳贝勒 统称为汉子 几个月前,人工头苗,终于迎来收获 开始涨潮 海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陆地蔓延 这片潮尖带,滩宽水浅 要实现从浅滩到陆地的货物转移 传统罗车依然大有座位 在海水与冷风中连续工作六个小时 终于满转而归 东北是中国的烧烤高地,门派林立 锦州葫芦岛一带以海鲜建肠 贝类的碳酸钙外壳,呈放着大海风味的奥妙 受热打开,浓郁的汤汁渗出 骨氨酸和琥珀酸等成味物质 送来出类拔萃的鲜甜 鱼家的餐桌常有汉子作伴 它以咸鲜的风韵,柔韧的口感 让美味来得简单而亲切 上菜开饭了,辛苦辛苦了 海边的人就喜欢吃海肉 还得吃吃它,还得以它生存 它都是我,我都是它 老六也曾少年一起 幻想过江湖浪漫和十九年华 那个年代嘛,年轻,年少,清朗 青春小花就喜欢敲风这个 按照这样的标准自拉一拉 一天不吃饭能行吗 江湖离离远去啊?远去 你不是有这地方吗?有盐的地方,它就是江湖 碎短日常 泥沙底至下,栖息着行踪隐秘的生物 放隔星虫,俗称沙虫 长潮时外出,落潮后潜藏 半天劳作,加上几分运气 在海水淹没沙洲前,每人能有数公斤的收获 潮水掀开大海的私藏,又转瞬间把它关上 往西最南端 温暖潮湿的滨海平原 北海 古代百岳之地 中国南珠之巷 北部湾的物产,加上多样的烹饪手段 人们得以四季尝鲜 沙虫的外观让人退避三分 但若能过了心里这道关 它柔嫩的质地,干美的滋味 让嗜好者为之四顾愁愁 将海虾免摔成泥 灌进沙虫的皮囊 滚水焯熟 爽脆包裹润嫩 鲜香应照清甜 得到双重的美妙